我就去想 我的舌頭怎麼會有這個方應呢 我就想這個問題啊 後來我想通了 就一個朋友從韓國回來 然後他們現在人生做成寒定 做成方塊的 然後我一喊喊就喊出一個方塊了 那你根據那個是天生這樣 當然會三個月 我這個還活得久得很 我再說一遍喔 你不要假薄啊 老告訴人家這樣那樣 你害得人家日夜不安 你最後是害死他嘛 不要做這種事 易經有一句話說 除非人家問你 你不要告訴別人 除非人家很誠懇問你 你才告訴他 而且該告訴到什麼程度 你就告訴到什麼程度 否則的話 都是麻煩的事情 從現在開始 你要照鏡子 你接著畫一條垂直線 接著畫一條垂直線 筆梁正不正 這是第一個要看的 對 對 對